跳舞 主持 拍戏 唱歌 广告代言 造型设计 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事 走在时尚浪尖的政治中 外形开朗阳光 但内心深处也有不开心的过往 我朋友问我有没有童年 有时候我跟我说没有 童年时期 父亲喜欢赌博 父母感情不和 让他也饱受伤害 我妈曾经有抛向我们离开 赌徒就是这样嘛 那输钱回来你就少来 一点都不会好惹 一爸来 两爸来什么 那时候还点起 我跟我说 以后 爸有任何问题 不要打电话给我 不要给我指导 你遗语也是恶口 走言比语最难忍 恶口伤人与似针 我怨天已何不至身 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去别人的家 我朋友的家 看到他们的家庭的生活 我看到别人吵架 我就心里很不安 我免得再一次被人拉上警网了 所以那天我记得我在实际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 就很温馨好像一个大家庭 然后看到一些企业家 然后看到一些 他们毫无把身段拉得很高 就跟你会尊敬你 然后吃饱了没有 还拿东西给你 那个感觉好像 好久没有了 现在我拥有了 感觉 参加法屁如水精脏演绎 排练时 衣服反复湿透不知多少次 水缠演绎有史以来 第一次启用男生扮演小精灵 台湾小精灵的原扮演者 陈怡云 给予他耐心的指导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今天不管是男精灵 或是女精灵来讲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演绎 那一份 就是那个我们人 内心的那一份 那个魔 当我们会生气 然后我们会去恨别人 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失落 或者是就这些负面能量 在心里的那一个呈现才是 我觉得才是这一次演绎的 最主要的重点 让大家看到 这个透过小精灵的肢体 他会在下面的人 他会觉得 好像在说我 那接下来 我可以怎么做 往后的人生 我可以怎么去改变 我觉得这才是 整个水灿 要给我们的结果 爸其实还是爸爸 一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我不能把以前的过去的东西 永远埋在我心里面 然后我抱着一个怨恨去过我这一生 然后我觉得不值得 然后我就学习方向 然后我就学习回去跟他聊 我很感恩 我很开心 然后他也跟我聊 然后就他跟我聊的 就不像以前那种 很凶 或者什么 反而他还会听我说 多才多艺的政治中喜欢绘画 尤其喜欢画佛像 装饰佛像 菩萨最难画的 就是眼睛 每次他都用最平和 虔诚的心 去画菩萨的眼睛 也学习用菩萨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应该感恩 所以每一次我生日 我一定会打电话跟我妈说 妈我爱你 我敢说 以前我不敢 为了演绎当天有更好的呈现 他反复熟记歌词 练习手语 就连开车等红灯时 也不放过 我希望到时我做的时候 我的心态和把小精灵 融纳在一起 然后可以感觉这个忏悔 在三昧伐水的洗滴下 小精灵最终拔出了身上的刺 我与魔也只在回念之间 大海新闻 贾少爷林彦君 马来西亚报道 令 fact 大海新闻 《大海新闻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